政治话题来关心 内阁改组有新进展 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前副总统陈建仁 已经点头答应接任格魁 最快大年初五对外宣布 据了解 陈建仁是在过年期间 被邀请和蔡总统当面讨论 被征询到议院时 秉持对国家的使命感 尽管在中研院还有研究案 但也必须要取舍 终于答应组阁 承担下阶段的挑战 也为年后内阁改组揭开序幕 但对此服务双方 目前没有证实相关的讯息 去年底前副总统陈建仁 现身行政院开会 当时接棒组阁的风声 就传得沸沸扬扬 如今更传出 陈建仁已经点头答应组阁 大年初一 陈建仁发的这篇脸书 举例提到夺取属于我的地位 就引发各种联想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在春节期间 蔡总统当面跟陈建仁 征询接任格魁的意愿 基于宗教家情怀 和对国家的使命感 陈建仁深知为了稳定政局 延续台湾民主价值和生存空间 必须忍痛放下手中的研究案 承担起隔魁的重任 那我想我这一部分就由府方来做确定 就是包括院长的人选是谁 然后其他隔引我想说陆续都会宣布 那还请大家稍等 我没有跟总统见面 身为内阁成员之一 交通部长王国才 对于自身去留没有多谈 而总统府汉行政院 对于改组传言 目前没有证实或相关回应 陈建仁是这样的 当然在台大医学院我也认识他 人和是没有问题的 带人很客气 至于说做得好做得坏 通常是这样的 要做过才知道 他祖阁的话 有人就会批评 走了一个骗神明的苏贞昌 来了一个装天主 装自己是上帝的陈建仁 若真由大人歌祖阁朝野看好 正通人和不是问题 预计最快在大年初五 就会对外宣布 记者林珍珠 欢迎财 陈英雄 好明镜上台北报道 好明镜上台北报道